本週四感恩節當天 休斯頓舉辦了第73屆感恩節大遊行 只是在疫情後 首次成功舉辦這項年度慶祝活動 休斯頓最大的遊行盛世之一感恩節遊行 在截日當天11月24日於市中心的史密斯大道上熱鬧舉行 吸引了數千人家道觀看 雖然天空陰雨 主辦方已經早早宣布 除非打雷閃電 不然什麼天氣都阻擋不了遊行的舉行 人們慶祝節日的心情高漲 參加油行有上百個團體 各種節日主題的花車 充氣玩偶 休斯頓太空人隊 樂隊表演 形形色色 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休斯頓法輪功學員組成的遊行方陣 是遊行中唯一的亞裔為主的團體 領隊橫幅上寫著金色大字 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 50人的方陣由法輪功功法演示隊 仙女隊 妖鼓隊和舞龍隊組成 浩浩蕩蕩的隊伍 服裝靚麗 神采奕奕 沿途觀眾抱以熱烈的歡呼 我喜歡它 我喜歡它 它是一個傳統的 我很興奮 謝謝你 它很棒 它很冷 它很冷 但不太冷 非常忍耐 人們的群眾很棒 我覺得大家在這裡 真的享受一個很好的時間 休斯頓感恩節遊行是全美歷史最久的遊行之一 今年是第73屆 這也是在疫情後首次成功舉辦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易永齊 馬海蓮 大禹 休斯頓報導 分析 沒收到達首次的祷福 既然是西門大禮 和家人計劃 的部份在沒有落寸 都佛陰 那一場新售 兩下七十多次的